今天是神圣又得福的大树罪日节期 今天以因为我的罪为主题 和各位一起再次查考一下大树罪日的伟大意义 大树是指代替他人赎罪的意思 一个人若犯了罪 但本人却不受刑罚 而是由别人或别的牲畜 别的生命体代替此人受罪的刑罚 这种情况就叫做代数 我们犯了罪 离当由我们承受罪的刑罚 付出罪的代价才对 可是上帝却把我们造就成无罪之人 自己反倒代替我们 站在罪人的位置上 历经千辛万苦 承受罪的刑罚 我们通过旧约历史 可以了解到 父亲母亲为了赎我们众多的罪和过犯 而牺牲的事实 在旧约时代 赎罪牺牲祭物中 不仅有公牛 公山羊 还有母山羊 母绵羊 和母牛 圣经 通过这些牲畜 在小于我们 父亲母亲 为了赐予人类赦罪 这莫大的恩典 究竟付出了 何等大的牺牲和苦难 今天 我们不能 只是单纯地认为 今天是大暑罪日 是在胜利7月10日 遵守的节期 而要记住 父亲母亲 为了将我们 从只能走向地狱的苦难中 救赎出来 而承受的痛苦 将感谢和荣耀 归于上帝才行 因为 这地上的人类 无法完全理解 属灵世界的事 所以 上帝将这些内容 放入到祭祀制度中 借此 小于我们人类 上帝代数的恩典 是多么的巨大 从3500年前的 摩西时代 到耶稣时代 在大约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 上帝吩咐百姓 要在绵羊 山羊等牲畜 作为牺牲祭物献上 上帝要通过这样的律法 教导我们 罪不会自动消失 一个人 一个人若犯了罪 必定要有某人 付出罪的代价 即 若没有代数 罪就无法得到赦免 所以 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 因为我的罪 父亲母亲 才来到这世上 因为我的罪 父亲母亲 取了不如天使的模样 因为我的罪 上帝甚至在经历着 肉体的生老病死 如果我没有犯罪 父亲母亲 就没必要来到这世上 也大可不必 在这世上 承受着我们人类 才会经历的衰老 疼痛 和疾病 我们若没有犯罪 上帝就不会受到 被造物的嘲笑 毁谤 和诽谤 更不会承受 背定十字架的痛苦 可上帝 为了拯救天上的罪人 再次来到这世上 因为深爱着我们 这些罪人 甚至甘愿牺牲自己 以此显明了 他到底有多么珍惜我们 爱我们 我们若查看 旧约律法 就会发现 一个人若犯了罪 那罪 不会立即消失 此人的罪 通过按手在 牲畜头上 转移给牲畜 然后再转移到哪里呢 会暂时转移到圣所 这罪 会在圣所保留一年 到了大数罪日 所有的罪 会归于 阿萨谢勒公山羊 所比喻的 罪的始作俑者 撒旦 阿萨谢勒公山羊 将被送到 旷野 无人之地 在那里徘徊 最终死亡 旷野是没有食物 也没有水的地方 所以 阿萨谢勒公山羊 会在那里 四处徘徊 最后迎来死亡 就这样 所有罪 被彻底灭绝 罪的历史 就此结束 所以说 一个人犯罪 并不是因为 上帝说 你的罪赦了 罪就立即消失 那罪 必定会由他人承担 上帝通过律法 小遇了我们 此事实 而且 还通过旧约 和新约的圣经教导 清楚地小遇了我们 律法中出现的 各种赎罪牺牲祭物 或赎千祭的祭物 或每日早晚向上帝 献凡祭的祭物 等所有祭物 都预示着 为了赎我们的罪 而来到这世上的极度 归根结底 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为了拯救我们 亲自穿着肉身 来到这世上 受到了 被造物的各种侮辱 嘲笑 和毁谤 经历了 人类所要经历的 生老病死 尝尽了 人生的喜怒哀乐 是我们给父亲和母亲 造成了这样的痛苦和辛劳 所以今天 话语的主题是 因为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 才发生了这样的事 因为我的罪 才让父亲母亲受痛苦 因为我的罪 父亲才受了鞭打 因为我的罪 父亲在十字架上 流血牺牲 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上帝 原本不该经历这些事 承受这种痛苦 导致这一切的元凶 就是我 我们要领悟此事时 并通过今天的大数罪日 刻骨铭心地 在上帝面前 忏悔 悔改 我们 要正确理解 上帝 为我们施语的 十字架 伟大的牺牲和爱 才行 那么 今天 这大数罪日的律理 在旧约时代 是如何遵守的呢 请各位翻开 立位记十六章 我们一起看一下 立位记十六章 六节话语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 安置在会母门口 耶和华面前 为那两只羊 一羊归于耶和华 一羊归于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年羊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赎罪祭 但那年羊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以赎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谢勒 这里说 祭司长要为自己奉上赎罪祭的公牛 而为百姓奉上公山羊 在大赎罪祭出现的最突出的节气仪式 就是取两只山羊 一只献为赎罪祭 另一只归于阿萨谢勒 并按手在阿萨谢勒公山羊头上 把它带到旷野无人之地 那阿萨谢勒公山羊会在旷野徘徊 最后迎来死亡 此内容记录在《历位纪》十六章中 我们通过这两只公山羊的内容 可以整理出我们的罪消逝的过程 继续看二十节 亚伦为圣索和会母并谈 献完了赎罪祭 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 过凡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就这样 阿撒希勒公山羊被带到旷野 那里没有水 没有草 也没有能让山羊活下去的食物 所以 那只山羊会在旷野四处徘徊 最后迎来死亡 这所有过程都在显明 我们的罪会暂时转移到圣所预表的上帝那里 最终再归于撒旦 因为撒旦是罪的始作俑者 所以 撒旦理当要承担罪的代价和结局 最终迎来灭亡 上帝通过旧约的律法 教导了我们这些内容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百姓若犯了罪 在平时 会将山羊或绵羊 迁到祭祀面前 将其作为赎罪祭献上 并祈求上帝说 我犯了这样的罪 请您将我的罪归于这山羊 当然 也会将绵羊献为赎罪祭 这些都是百姓 为他们每天所犯的罪 而献上的赎罪祭 祭司长会宰这些山羊或绵羊等祭物 将祭物的血 撒在祭坛上 而这样撒下的血 会积存一年之久 在一年的时间里 这种事 不断在圣所中进行 百姓若犯了罪 就会将自己的罪 转嫁给牲畜 而这些赎罪祭物 会被迁到祭祀面前 在那里 为百姓的罪牺牲 也就是说 牲畜代替百姓死去 祭司长要将那牲畜的血 撒在坛上 就这样 所有百姓的罪 在一年期间 会积存在圣所里 只等到今天的大赎罪祭 大祭司长一年一次 要进入哪里呢 说要进入至圣所 平时 祭司会在圣殿的外远 撒祭物的血 但唯独在大赎罪日 祭司要带着牲畜的血 进入至圣所 将血撒在至圣所里 然后将以色列百姓 一年以来所犯的所有罪 按守在阿萨谢勒 公山羊头上 将它带到旷野无人之地 送到无人生活的 荒凉沙漠中 因为没有食物 也没有照看它的人 所以它会在旷野四处徘徊 最终迎来死亡 我们犯小的罪 会暂时转移到圣所 通过此过程可以领悟 父亲母亲 亲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对此教导 我们通过以色亚书53章 查看一下 请各位翻开以色亚书53章 看一下以色亚书53章 一节话语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榜臂 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雨干地 他无家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本应得享荣耀的上帝 却被人厌弃 却被人藐视 这样的事 也是因为 作为天上子女的 我所犯的罪 而导致的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 我们的忧患 背负 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 被上帝 击打苦代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 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 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 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即便 上帝为我们的罪 多受痛苦 可我们 却不尊重他 经上说 即便处在 被人藐视的状况中 他却丝毫没有在意 上帝 不应该处在 这种境地 不是吗 上帝在 十字架上 被人鞭打 在十字架上流血 在十字架上 被人戏弄 这一切 都是因为 我的罪 我们要领悟 此事实才行 每当 我们看 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时 不能一带而过 如果有人 背叛了上帝 替我们赎罪的 莫达恩典 那么这人 在地狱里 即便受数千年 数一万年 受 数一万倍的刑罚 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的罪 本应得享荣耀的上帝 被人藐视 本应得享荣耀的上帝 被戏弄 本应得享荣耀的上帝 受了逼迫 我们要再次领悟 今天的我 就是导致这种 天理难容之事 发生的罪魁祸首 我们要在真理中 正确地领悟 父亲母亲的恩典 做任何事前 都要先想 怎样才能让上帝喜悦呢 继续看一下 以赛亚书五十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是关于 父亲因为我的罪 而受苦的内容 而以赛亚书五十章中 则描述了 母亲因为我的罪 受苦的内容 看一下五十章一节 耶和华如此说 我修你们的母亲 修书在哪里呢 我将你们 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 你们被卖 是因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母亲被修 是因你们的过犯 无论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还是以赛亚书五十章 里面都记录说 父亲母亲身上发生这样的事 都是因为我的罪 有些人 为了嫌出自己的义 说 我在这地上 没有犯过任何罪 但 圣经明确指出 我们若说 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 以上帝为说谎的 请各位翻开约翰一书一章 看一下约翰一书一章 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中记录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 他的道 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简单地说 这些话语 是在以上帝的名义 小于我们属灵世界的事 诚然是因为我的罪 父亲母亲才经历了这样的事 因为我的罪 天上父亲和母亲 抛弃天上的荣耀 穿着肉身的账目 来到了这世上 我们要牢记这一点 尽一切努力 不再重蹈覆辙 所以圣经中才记录说 我们圣徒所行的义 将成为母亲美丽的 喜马伊礼服 不是吗 圣徒们之所以能行义 是因为真正领悟了 父亲母亲的牺牲与爱 若不领悟这些 就会在这地上 再次牵涉到恶事中 再次犯罪 只能重复这样的过程 我们为了使罪得赦 而遵守的这大数罪制 以后也不知道 还能遵守几次 若细想 在我们逝去的时光中 有很多事都成了最后一次 我们本以为 这种事会一直持续 没想到在某一瞬间 这个也结束 那个也早已结束 很多事在我们 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都成为了最后一次 我们若把节期 想成是最后一次 把赎罪的恩典 也想成是最后一次 就不会忘记 上帝在今天 是与我们的恩典 到底有多巨大 有多惊奇 有多感谢 我们一起通过 马太福音二十章查看一下 耶稣作为 就位的赎罪牺牲祭物 来到这世上的内容 请翻开马太福音二十章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八节话语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 什么呢? 赎假 耶稣来到这世上的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替众人赎罪 称为十字架上的牺牲祭物 说这就是耶稣 来到这世上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就不能将上帝代数的巨大恩典 单纯地理解为上帝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去世 而要真正学习和领悟上帝伟大的牺牲之爱才行 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话语 罗马书十三章十节中记录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怎样呢? 完全的律法 我们若仔细查看律法 就会发现 不仅有安息日上午和下午常线的祭物 还有在各种节期线上的祭物 例如逾越节的祭物 无教节 初十节的祭物 七七节 吹脚节 大树醉日 祝鹏节的祭物 所有节期都有祭物 我们若仔细观察这些祭物 会发现其中都蕴含着什么呢? 蕴含着牺牲 经上说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这意味着 若没有流血的疼痛 痛苦 罪就无法得到赦免 这些 都是我们该经历的事 可父亲母亲 替我们走了那条路 所以 在旧约律法中 明确指出了公山羊或母山羊等祭物 作为赎罪祭物使用的 是母绵羊或母山羊 所以 父亲在升天之前 教导我们说 要好好听母亲的话 上帝 为我们付出了 所有牺牲和爱 我们在学习 新约和旧约 并学习律法 领悟律法的过程中 不仅要记住 律法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上帝的牺牲 还要认识到 那牺牲 其实就是上帝 伟大的爱 才行 所以才说 上帝的这份爱 完全了什么呢 完全了旧约律法 和新约律法 归根结底 律法中 若没有上帝伟大的爱 就不可能成就 这样的事 我们要明白 因为我们的罪 父亲和母亲 遭受了各种痛苦 可是 却从不怪罪我们 反而宽容我们 接纳我们 恒久地忍耐了我们 父亲母亲 为了我们 度过了这样的人生 所以 我们若再次 背叛上帝那 伟大的爱 就离当去 地狱中 最痛苦的地方 受最痛苦的刑法 才对 所以 圣经如此教导我们说 关于上帝 伟大的牺牲 及上帝的爱 当我们 从头到尾 反复研究律法 最终 都会发现 上帝的爱 无论是在旧约 还是新约中 都如此 因为旧约 是新约的影子 所以上帝 通过旧约 朦胧地 小遇了我们 这一点 但到了新约 上帝 让我们亲眼目睹了 他为了赎 他为了赎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流血的场面 不是吗 所以 上帝 赐我们新约时 让我们 怎样做了呢 约翰福音 十三章 三十四节中 记录说 我赐给你们 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 怎样呢 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耶稣说 我怎样施予你们爱 你们也要照样 将此施予弟兄姐妹 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 还不能称义的时候 在我们 还没有领悟 上帝伟大的爱之前 父亲母亲 就已经将 无尽的爱 施予了我们 我们 要再次铭记 父亲母亲 伟大的爱 在今天的 大数罪日 我们不能只想着 今天是 罪得到饶恕的日子 哇 太棒了 而要懂得思考 我犯的罪 虽然得到了饶恕 但究竟 谁为我 付出了罪的代价呢 希望我们 能拥有 属灵的眼目 能看到 隐藏在背后的事 在余下的时间里 以父亲母亲的心 好好照顾 弟兄姐妹 最终 都能抵达 永恒的天国 以此结束 因为我的罪 这一话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